Pe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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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在里面不出声 我就知道你在家 Penny 你有本事拉肚子 等没本事开门哪 开门 Penny 你有本事拉肚子 你有本事开门哪 别走在里面不出声 我知道你在家 Penny Penny 你有本事拉肚子 你有本事开门哪 别走在里面不出声 我知道你在家 我们研究的小 不是在你的心上自由地飞翔的翔 而是黑出翔的翔 所谓黑出翔就是黑一个人或五黑的狠到位 有理有据有节 被黑者则被黑得抱头而走屁滚尿流 翔最早起源于百度异地吧 其创始人是一个ID为君神李翔的用户 其人大肆宣称自己就是一坨爸爸 众霸友为嘲讽他从自己翔代替时 自此翔自不禁而走并发扬光大 成为贴八字屌子之后隆重推出的最霸气的网络新词 据统计乌干达人日君拉响够达一日公斤 排在世界第一 那么人的一生究竟要排出多少匾匾呢 通过全球大范围的统计数据 我们得出了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排出的匾匾 约为0.5千克 那么一年乘以365天也就是182.5千克 目前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为80岁 经过此前的推导 一亿声拉响约为15吨 以全国13亿人口计算 一年产生的辨别量达到了2.4亿吨 据不严谨实验数据称 正常辨别的比重 一般在1.045至1.067吨每立方米 而水的比重为1吨每立方米 假设我们把这么多辨别7成立方米 环绕地球足足可以达到6圈 当然 如果你是一个吃货 且新陈代谢功能完好 相信以上的数据增长将是几何级的 举飞正式统计 人的一生约有四年的时间是在厕所中度过的 而女性遵测的时间往往会更长 无论你是坐着 蹲着 趴着 半蹲着 或者是站着 你拉响时遇到的无外乎三种情况 一 正常 二 贬密 三 浮泻 先说说正常拉响是啥样的 正常的排便姿势 背部挺直 眼睛正视前方 下巴稍稍往上扬 手切我拳放在膝盖上 脑海想象着天空白云小鸟 全身放松 居日本非著名作家 吉藤文平和腾田红一郎所著的 《大便史书》中记载 健康完美的便便 大致可以分为三段 呈正三角形 立体感十足 遍布立状物 顶端十分具松软度 香有饱满的果实 上部冒着热气 轻微的裂痕显得更为逼真 带着一点水分的话 会让人更加兴奋 如果上面再盘旋着两三只苍蝇的话 一坨完美的便便就诞生了 以上拉降状态 可谓可遇而不可求 相对于完美的状态而言 不完美的状态 则随处可见 全世界每五个人中 就有一个是便秘患者 据国家卫生部公布的数据 我国便秘患病率 在5%至15%之间 其中 杭州的便秘患病率 高达17.6% 据全国之首 被业内称为便秘之都 俗话说 一天不排便等于颗三宝烟 便秘的危害不容小觑 据史料记载 英国国王乔治二世 长期患有严重的便秘 有一次 在方便的时候 因为用力过忙 猝死在了马桶上 与此同时 还有一种情况 在拉降人群中普遍存在 那就是腹泻 俗称 鸭肚子 据WHO统计 全世界每年腹泻患者 超过40亿人次 我国大陆地区 每年腹泻患者 更是高达8.4亿人次 分分钟拉出的水般的墙 就能淹没一个梵蒂钢 在我们浩瀚的人生当中 拉降这件小事 实在太小了 小到让人常常忽略掉 在身体器官中 随着菊花的地位越来越高 拉降这件事 便越来越重要 顺利的拉降 健康的拉降 可以让你身心健康 红光满面 白天工作 打鸡血 晚上睡的 迷迭香 祝各位 拉降快乐 我拉的香 它已经飘走了 你要拉的香 它还没有来到 我的独自脚 已经很久了 你快告诉我要用什么药 哇